俄军战略轰炸机快速起飞 为即将展开了核武演习预备 俄罗斯再次重申被兼并的乌克兰领土 享有核武安全保障 此话一出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 19号凌晨发布紧急撤调通知 这时挪威国防军司令表示 西方应该认真看待俄罗斯总统普丁的核武威胁 但也该记住对他而言 威胁袁炳针的东用核武还要有用 乌克兰官方表示 俄军从10号开始已经摧毁 乌克兰约3尺的发电站 导致全国大范围断水断电 扎布罗瑞核电厂的两名高层 也遭俄军绑架目前下落不明 冬天将至俄军猛攻能源设施 惹得泽伦斯基破口大骂 企图运用乌克兰民意逼合 也意味未来已经没有与普丁政权谈判的空间 俄军也再度使用地队空飞弹轰炸 尼古拉耶夫住宅区 同时还以伊朗制的自杀式无人机 对平民狂轰烂炸 泽伦斯基反向俄军破产 伊朗持续否认提供无人机给俄罗斯 克里姆林公搭枪装傻 伊朗的高级官员却透露 在俄方要求之下 伊朗已经承诺将提供更多无人机 乌克兰当局则已经拟案 要与伊朗政府正式断交 美国业与欧洲多国联手警告 将对伊朗祭出制裁 俄军另宣布攻下哈尔科夫的小镇 为上个月乌军闪电试反攻后 俄军首次成功推进战线 不过乌克兰方面在乌南赫尔松州地带 实施新闻封锁 外界估测是乌军要展开 另一波反攻的预兆 近新闻在一中带来的报道 已经招公的预兆 了解 之后 可以 利不拉